为什么我们是听着我们东南亚地区的很多领导人的故事成长 尤其在我们整个大中华区 中国在前期比较低迷的时候 比较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你们的故事在不断地去激励我们 打动我们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东南亚很多领导人的故事 谢谢你们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想分享的 公司希望我们分享的是 如何成创班 各位我刚才也看到很多我们的新兴 还有我们的创新的得主 你们站在台上 你们的那种喜悦 我能够感受到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很关键的 如何可以把你们的喜悦 如何可以把你们的那种状态带动回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 成创班 现在已经是被证实 是能够带动你的组织 被增在被增的唯一的最好的方法 这个已经在我们过去 在几年 当然 有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抱着一种怀疑 甚至不相信 那我在这里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来自大中华的 中国的 然后我是04年加入 我跟所有在座的人一样 也是经历了 从一开始不了解 到慢慢开始了解 然后相信 但是还没到坚信 当我们在进入 这个如新的过程中 我们经历了 大家所有人都经历过的 被拒绝 然后被怀疑 然后当你好不容易 建立起一个 不是太多的人的一个团队的时候 我们很多很多人 他们可能还没真正明白 如新对于他来说 是什么的意义 所以来了 也走了 我们经历了 跟如新中国 在整个市场前面的 五到六年的整个调整 那这一切 其实 我们回头看 都是我们的 最大的价值 各位你在现在的 你的市场里面 无论碰到什么 你一定要坚信 你所经历的 所有的无新的前辈们 他们都经历过 而且 你一定要珍惜 因为我每次 都是在我们很多老师的 这个故事背后 我学到了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要珍惜 我们在创业过程中 所遇到的一切的挫折 一切的挑战 它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当你带着你的家人 环游世界 当你带着你的父母 去感受 每个地方的美好 当你看到 你帮助了这么多人 获得他们生活中的 这种重新站起来的 力量的时候 回头一看 所谓的挫折 所谓的暂时不接受 那都是个过程 而且是上天赋予你 最好的礼物 所以当我们在过去那几年 在整个这个中国 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 那当然我也有怀疑过 我也有动摇过 但是 在2009年 当范姚惠总裁 带着他的整个服务团队 来到大中华区的时候 我们依稀感觉到 有一点点希望 所以当公司第一次提出 创世新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领导人 包括很多的这些 资深的领导人 他们可能都还没到 相信的地步 所以一开始 当第一次创世新的 这个整个带动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就在想 既然我们是被选中的 我们定位自己是领导人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 在这个事业里面 你怎么说是没有力量的 对不对 那怎么才是最有力量 就是你自己必须以身作则 而且你必须要坐在前面 一定要让你的所有追随你的 哪怕那个时候 只有一点点人 没关系 你坐给他们看 所以在2010年 大中华区第一次 第一次提出创世新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实在 我心里面也没底 我那四颗心在哪里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一定要创世新 我一定要做出这个榜样 让大家在那个时候 还不是太相信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让各位看到希望 所以我们马上定下这个目标 就开始行动 在我们的整个组织里面 我就看哪几个 是我准备要协助他们 一起去创新的 所以我们沟通 那有三个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销售代表 一个是主任 他们其实也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说这个生意 很关键是什么 士气是由上而下 问题是由下而上 所以领导人 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责任 就是所有的士气 都是你带动出来的 你想你的团队怎么样 你必须自己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我的伙伴 一个一个沟通 一个一个沟通 当然有很多人不相信 没关系 我就跟那几个相信我的 一起在2011年 终于可以成为第一批创世新的得主 同时 我们也带动了两户创世新的得主 那当然我们回来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感受 我们的这种感想 带动给我们的伙伴 那又开始有一点点人相信 而这个过程 我们对于我们有 我也看到曾经也有创世新的领导人 他们就开始感觉到 哇这个鲜花 这个荣耀 好像自己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知道 在这条路上面 作为领导人 必须是持续的挑战新目标 只有你持续了 你的组织才会持续 因为一开始都只是一小部分人相信 从一点点人慢慢再让更多人更多人更多人更多的人相信 所以一切都需要以身作则 所以在后来我们继续创新 继续以身作则 作为领导人 没有任何借口 那在2012年 我们的整个组织里面也不多 也只有几户创世新 但是各位领导人 各位东南亚区 我知道有非常多非常之多 有能力的领导人 你们一定要知道 坚持做对的事情 就会有对的结果 那今年 我带动我们整个组织 将会有一千人去参加明年的 一千户参加明年的迪拜 而且有差将近四十户 创四星以上 和大东华区现在又在推动 不仅仅领导人以身作则 还要去协助更多的人 看懂的人 相信的人 去一直追随 所以我们推出了 成创翻 那我们这次创四番四的 我们将近二十户 哇 这一切的结果 我相信 各位都希望得到 对不对 对 那如何得到 关键 是你要在这里 敢想 敢说 敢做 敢想是什么 你一定要敢想 你的大目标是什么 而且要说出来 我们团队以前有很多领导人比较保守 他会觉得如果我说出来了 实现不了 是不是很没面子 是不是很丢脸 所以他们是不敢说出目标 但是 我们给我们的领导人说 因为这个生意你必须承诺 而且承诺了是必须要实现的 那在过去这一两年 他们也慢慢被带动起来 所以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自己敢想大目标 而且当众承诺 同时要积极行动 所以我也在这里借助 东南亚这么多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场合 我也说出我的目标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见证和一起去努力 可以说这个就必须要做到 我会在我的这个 刚才不是听到很好的消息吗 是不是提米利可以 我会在我的BBB明年 我的目标是要再做一次创世翻试 而且我在带动我的整个组织 这次我们将会将近60户的怀孕领袖考核 准备目标 我跟他们一起设定 也正在鼓励将近20户的四星白金怀孕领袖 那我自己的目标是希望 我刚刚接受500万的卓越成就名人的表彰 我希望我在明年我们大中华年会上面 我们会接受千万卓越 下一次的美国年会 各位我们一起努力 我的目标是成为2000万卓越成就名人 我并不是悬崖自己 我想表达的就是 各位你一定要相信 跟着公司的步伐 成创番 从自己开始以身作则 一定可以去最短的时间 背中你的组织 帮助更多的人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谢谢各位 让我们大中华区和整个东南亚区 携手一起成为 推动如新集团 成长最大的区域 各位一起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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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for that wonderful and powerful sharing as this will surely be